黑头病怎样去解决这个榴莲树的病痛呢 来点以下的连接 哈喽大家好 回到来我这个以龙为本的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松海西部 就是关于这个 有机质的肥料 我们去参观这个农场 它本身是用了我们这个 它有用它自己大量发酵的 这些有机质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到 它的农场去参观 给大家看看它的地方 给大家看看它的地方 它这个有养牛啊 有养羊啊这样子的 然后自己有做发酵啊 有机质的 它的MPK是2.5.5左右了 它的有机发酵肥料 然后我刚才就跟它的代理人 它的老板谈过 就是了解它用什么产品 用什么EM 然后去发酵 用什么品质的东西 然后去做它的organic肥料 然后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身后这边就是有牛啊 有牛看到吗 有养牛啊 那边有养羊啊这样子的 OK今天 我们来这边这段源呢 就是给大家知道 它用了我们的这个 TWMP PLUS 泰国纳米基数页面肥的肥料 然后它本身自己有用自己的这个 自己研发了这个有机质的肥料 它的效果很好用到效果很好 有养羊素 大概是三养羊素 等一下我们大家去参观一下 这个地方 然后给你们知道 它用了我们的肥料 还有它的有机质肥料 成长 它的养羊素是非常的电壮 非常的漂亮 给大家带回带你们去看看那个地方 OK回到来我们这个 这个生肯西肥这边这段吧 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用了这个有机肥 还有我们的这个 TWMP PLUS 还有这个MPK TWMP PLUS 一根二号 还有我们的 TWMP SOI 的效果 用了一人半 给大家看看 等一下 OK 为什么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看这个源呢 就是因为它用到效果很好 用到效果很好 有机质构啊 你是不是会面对很多问题 就是说黑头兵啊 很多虫啊 很多问题啊 导致你的树 你的树有这样子的情况 很难打理啊 比如说很难打理啊 我不懂下什么东西啊 不懂放什么有机质的东西啊 或者怎样去施肥啊 这个就是问题导致你们的树 榴莲树 猫山王榴莲树 或者是黑色 或者是种植榴莲种植的东西 都会发现有很多那些害虫侵略啊 很多问题 OK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去展示这个榴莲树 给大家看今天 好不好 看到吗 看到吗 在虚跟 这些都是榴莲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虚跟 还有很多虫啊 这是天然的东西 这个是什么虫 狗木虫 英国虫 不是 这个是那个 火虱虫 火虱虫 对对对 树叶的下面 你看树叶 去到树叶下面 还有很多这些根 你看 哇 有很多树 树根 树根 木根 这些全部根出来 这些就是主要的 红红白白这些根呢 就是虚根 吸收营养的 储存营养的 主要根也是 也是很重要 这些全部都是 树叶的 最主要 看到吗 看到吗 狗木虫 看到它的土 一松 一花 这些全部都是 这些白根 虚根 它安贴哦 哦哦哦 它安贴 CX试试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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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它的 Easy试试 我们看看它的 Easy试试 发现那个语头 看 它没发挥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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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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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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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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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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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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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